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姓舒 单名一个成字 京都人士 祖籍江州 家中独女 文从当朝大学士苏启 武从清岳派掌门清学院 舒家是大楚世家 认识你 我很高兴 我把你终于来找到 你不要再认识啊 我认识你 你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 一句话 我认识他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我认识你 这些人 你认识你 在那天一世 我就要一直记挂着你 我当日就说过 我会有上门讨还的那一天 其实我并不顽固 我也不喜欢胡混 只因书家势大 我越求上进 皇上便越不得安心 母亲让我学着胡闹 也是为了自保平安吧 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那样的人啊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一开始便知道 那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那 尽可说 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好傻 危难之中还能出手相救 可从那天起 我便忘不了你 所以 你来找我了 对吗 我已入崇天之境 就不要再妄想了 我要杀的人是书成 你不是我的对手 那日我便知道 你身份一定尊贵 沈夜乃一介草民 能否飞上枝头变凤凰 那就得看世子殿下的了 所以 你来找我 是为了这件事 这回是我们世子第一次行动啊 请问三小姐 你 我 我 老板 我是 我 不 是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拜见世子 拜见世子 俊儿 我们 走吧 天龙 莫要照亮 兄长可是说了伤人的话 没想到你这木头 也会察验观色 那余怀的本事很大 一道冲天至今 我不是对手 日月同会 也只有一丝同归于尽的可能 原本 以为只是一场苦战 自己还能有机会与他在一起 可现如今 不能换跟他在一起 也只能换他活着了 雨雪让他有了倾诉之后 在场失去之苦 不如让他以为 我就是一个势力的小人 对手 能干涨 不顾客 不顾客 你可可可怎么回事 我倒是 又不顾客 你的伤人 随着 你 海湾 特地 解释 就够了 收拾东西 我们该走了